我们在条件几率这个单元一开始有个例题 值一例公正的骰子一次 在值出点数大于3的条件下 值出值数点的几率为何 在值出点数大于3的条件下 也就是点数为4、5、6的条件下 值数点只有5点 因此在值出点数大于3的条件下 值出值数点的几率为三分之一 这一题我们也可以用文式图来看 假设此试验的样本空间为S 等于1、2、3、4、5、6 值出点数大于3的事件为A 等于4、5、6 值出值数点的事件为B、2、3、5 我们可以根据题意画出文式图 因此在A发生的条件下 B发生的几率 等于A的元素个数分之A交集B的元素个数 等于三分之一 我们也可以将上述资讯用表格来呈现 样本空间为1、2、3、4、5、6 所以样本空间的元素个数为6 值出点数大于3的点数有4、5、6 共3个 值出值数点的点数有2、3、5 共3个 大于3的值数有1个 就是5 小于等于3的值数有2个 2跟3 大于等于3的非值数有2个 4跟6 小于等于3的非值数有1个 像这样将事件的元素个数 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各组织交叉分布状况 呈这样的表格为列连表 利用列连表可以方便解决条件几率的问题 若假设此试验的样本空间为S 等于1、2、3、4、5、6 A事件为值出点数大于3的事件 B事件为值出值数点的事件 我们可以将列连表改写成这样 那么在A事件 值数点数大于3发生的条件下 B事件值出值数点发生的几率为三分之一 我们再试试这道题目 库克高中共900位学生 其中男生有550人 有近视的学生有750人 没近视的女生有90人 第一题 就性别与近视与否做成列连表 请完成这个列连表 第二题 从库克高中的学生中 随机抽一位学生 已知此学生为男生 请问他有近视的几率为何 第一题先一提议 画出列连表 并将数字填入表中 再利用加法与减法完成表格 每近视的人数为900-750等于150 女生人数为900-550等于350 没近视的男生人数为150-90等于60 近视的男生人数为550-60等于490 近视的女生人数为750-490等于260 第二题 第二题 由列连表可看出男生有550人 其中有近视的男生占490人 因此 这位男生有近视的几率为550分之490等于55分之49 库克高中校庆贩卖纪念商品 根据统计 全校900人中有500人购买纪念徽章 600人购买纪念帽梯 400人两种都买 仅任选一人 试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请就纪念徽章与纪念帽梯购买与否 做成列连表并完成此表 第二题 若已知此人买冒梯 则他也买徽章的几率为何 第三题 若已知此人不买徽章 则他买冒梯的几率为何 上述的实例都是有具体数字 但是当我们了解的是一些比例的资料时 列连表也可以用来求条件几率 例如这个例子 某地区医院统计该小镇成人的健康检查资料 体重过重者占45% 有脂肪肝者占35% 两者都有的占25% 经任选一位成年人 试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 已知此人体重过重 求他也有脂肪肝的几率 第二题 已知此人有脂肪肝 求他体重没有过重的几率 先一题 将题目中的资讯整理在列连表中 再利用加法与减法完成表格 没有脂肪肝的比例为100%-35%等于65% 体重没有过重的比例为100%-45%等于55% 有脂肪肝但体重没有过重的比例为35%-25%等于10% 体重过重但没有脂肪肝的比例为45%-25%等于20% 体重没有过重也没有脂肪肝的比例为65%-20%等于45% 第一题由列连表可看出 体重过重者占45% 其中有脂肪肝者占25% 因此这位体重过重的人 也有脂肪肝的几率为45%-25%等于9% 第二题 由列连表可看出 有脂肪肝者占35% 其中体重没有过重的人占10% 因此这位有脂肪肝的人 体重没有过重的几率为 35%-35%-10%等于7% 第二题由列连表可看出 这个单元我们学了新的工具列连表 就是将事件的元素个数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各组织交叉分布状况 并练习将题目的数据整理成列连表 用来解决条件几率的问题 列连表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我们之后还会用到 同学们要好好掌握哟